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Ban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5年的Paper 2 第20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一條題目 它就說 現在在Figure裡面 AD 即是這條線 它就會是Diameter 直徑 然後它會告訴你這條角是58度 還有這個BC 等於CD 即是這兩條寫相牆 它就叫你找甚麼呢 就找AEC 即是這條角 事不宜遲 我拿一張單項字出來再說 在這條題目裡面 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按按鈕就有一個圖出來 免得轉來轉去 好了 雖然 尚未一點都這樣說 就是這條是MC 理論上做的時候就是圖畫畫畫 跟著圈走人 但是因為這些題目 絕對有機會放在Paper 1 即是長題目的那份卷 你要寫詳細步驟 大家都不要懶了 不如我辛苦一點 就教你詳細步驟 全部寫一次給你看 詳細地說 好了 首當其衝 你給我 我會先加一條綠色線在AC這裡 我就會再加過去 很噁心 再畫過去 在AC這裡 好了 如果我加完之後 我自己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首當其衝 我會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這條綠色的角 理論上就是90度 原因當然就是什麼 因為它說明就是ADoC 這條就是直徑 Diameter 所以這角當然是90度 半圓上的圓周角 英文就叫做Angle in Semicircle 對嗎 好 那就先插一支黃色蝦麗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了 一開波首當其衝 我就講了 不同的客氣了 我就會說由於 你說的 那個ADoC is ADoC 所以我們會發現 其實就會是 這個角 AC角 就會等於90度 原因就是 不太夠位 不如我分兩行寫 就是Angle in Semicircle 嘩 很噁心 都是噁心 一行過寫 寫在下面 好了 原因就是 Angle in Semicircle 好了 接著就繼續去 我自己又會看到現在紅色這個部分 這兩隻角 應該這樣說 由於拿些藍筆 條題目說的 B C 會等於CD 我highlight在這裏 剛才留下了目錄 所以應該這樣說 藍色這兩隻角 這隻 和這隻 其實分別大家都應該是一樣的 可以嗎 所以58度 除以 即是 29度 29度 為何會一樣呢 希望你還記得 因為這隻角 對著這個 ARCH 而這隻角 又對著這個ARCH 大家所對的 應該這樣說 原因就叫做 圓 應該這樣說 圓 應該這樣說 圓 周角 與所對的 湖 成比例 所以英文就叫做 art proportional to angles and circumference 所以也不妖亂 你拉插兩個紅色箭嘴 所以藍色筆 我就會這樣寫 我就會說 由於 你說的 B C 會等於CD 是嗎 Given 已知 OK 所以我們會得知 就是 角 B A C 就會等於 角 C A DOT 就會等於 58度 除以 都不用太遜 直接寫29度 是嗎 原因 剛才也說過 圓周角 與所對的 湖成比例 就是ARCH PROPORTION 就是True Angles Add Circumference 當然 我們繼續去 我現在開宗名義 繼續在這裡說 我就會說 在這個三角形裡 我看到一些東西 挪錯筆 在這個三角形裡 看到嗎 在這個三角形裡 OK 好了 那麼 我們現在得知 在這個 Triangle AC DOT 我們得知 就是把 紅色的角 這一隻 是嗎 那麼 紅色這一隻 就會叫做 角 A DOT C 好了 再加什麼呢 就加一隻 藍色的 29度 當然 再加一隻 綠色的 90度 那就會是等於180度 原因都很簡單 在這個三角形裡 三隻角加180度 就是三角形內角和 對嗎 英文叫做 Angle Sum of 這個 Triangle 對吧 所以 換言之 這隻角A DOT C 當然會是等於什麼 將29度減過去 將9度減過去 將9度減過去 那就會是61度 那麼 換言之這隻角 紅色的角 就是61度 好了 現在不要忘記 我們想找的是這隻 是嗎 粉紅色這一隻 這隻題目所說的就是 角AEC 即AEC 會等於什麼呢 希望你看到 我會看到 61度 為什麼會是61度 原因 給你們看 橙色部分 我會看到 然後拿著藍色筆 頭尾兩點 這樣 沿著頭尾兩點 在這條 Code 共同的Code 打個圓周角 是否就是粉紅色這隻角 同時 你和 AC這兩點 同一道理 打個圓周角 是否就是 紅色那隻角 這兩隻角 就是一樣 粉紅色和紅色 就是 同工形內的圓周角 reason 就是同工形內的圓周角 英文就叫做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是否 我們先拆開它 免得擾亂你 那些顏色 那麼麻煩 是否 所以我們來 直接寫 所以 我們會知道 就是個角 AEC 這隻角叫做 就會等於 61度 如果真的要寫個reason 就是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即是同工形內的圓周角 中文 OK 那這個當然是終極答案 拿好 藍筆圈答案 也可以 看看有沒有61度 當然有 那正確答案 就會是 C OK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